三十年来寻方便 几回落叶又抽枝 自从一见桃花后 直至如今更不宜 这几只寄予是凡间光华庙里的一位大师所赠 那日春光正好 他与爱妃陈九儿踏青赏花 路过光华庙 便进去拜了拜 那了禅大师一见他二人 便说是有缘人 应要赠诗 赠话 那附提了诗的折桃美人图 在凡间前世 已随着九儿的遗体下了葬 此时 一头银发的东华帝君侧卧床榻 看着那醋在瓷瓶里 花色正好的桃花枝 不知为何 又想起了那几只寄予 这桃花有什么特别吗 能入得了帝君的眼 前来做客的连宋三殿下 打断了帝君飘演了的思绪 这桃花没什么特别的 特别的是送这桃花的人 帝君自有帝君的威仪 他不方便直白使人的心计 自然一旁有四名星君帮他讲出来 谁啊 这连宋本是个浪荡公子 诚意嫌弃他 捏三二招四十 常说他的本体兴许 就是一株桃花 对这男女 天公八卦 最是热衷不过 这不 巴巴的就凑到了思命跟前 刨根问底 我怎么不知道 怎么 三殿下有兴趣知道 思命已退为进 更加吊起了他的兴致 当然了 连宋回头看过帝君一眼 这才发觉 自发进门 这帝君的眼神就没一开过那插在瓷瓶里的桃花 半分都没有 又听思命星君话里有话 欲说还休 便知这太成功里 有一桩大事正在发生 小仙这就去请 思命最知帝君心思 他明白 这太成功的女主人 是时候光明正大的见人了 那帝君见思命这般狗腿 心想着该给他点什么好处 面上却忠作不挂心地瞥了他一眼 继续赏他的桃花 袁颂看在眼里 笑在心里 想着待会儿见了成玉 一定要跟他好好聊聊这痴汉一般的老帝君 是什么样的女子 禁令这万年铁树也开了花 她可是即将取亲的人 这般见一丝签 终究不太好 不一会儿 思命便领着那小凤九到了正殿 那小凤九见有外人在 便知礼数不能缺了 随即 对着斜靠在床榻上的帝君隐隐 拜了下去 口中道 卢必见过帝君 不用跪了 真把自己当公了吗 人都来了 那帝君也无需再赌物私人 把望向桃花的痴汉眼神 脸了脸 便移到了眼前这小人身上 凤九没想到帝君会这么直接 不把这一身橙色长衫的外人当个人看 抬起头来 让我瞧瞧 那成衣美男更是直接 小凤九听吧 缓缓抬起头来 对他也很是好奇 不知这位公子是 这位就是天族大名鼎鼎的花花公子 三殿下连送了 成衣姗姗来迟 站到了凤九身边 帮他挤兑这梅怀好意 轻挑而戏的三殿下 办完了私事 才向这正殿主人行礼 成衣见过帝君 这台成功可许久没这么热闹了 帝君轻叹一声 你们今日可是说好的 要来我这太成功 饶我清静 成衣甘笑一声 道 帝君此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懂吗 他问的是私命 私命却闭目一笑 坐甩手姿态 不懂 这成衣心情不错 没在私命那儿得了答案 又问向燕家连送 三殿下可懂 我是真没懂 连送看了看这屋子里的几个人 有人在笑 有人在愁 还有人在似笑非笑 总觉着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帝君接收了成衣头过来的那一瞥 心道 连送这媳妇可比他聪慧多了 怕是他将来降不住啊 既然你们喜欢太成功 本帝君就不打扰了 那帝君两袖一甩 起身走下尝他 口中道 凤九 跟我出来 今日帝君心情甚好 虽说正面上也看不出来好到什么程度 总之呢 这小凤九的心意他收到了 便少不得要还他一个心愿 他想出去逛逛 便带他出去逛逛 我一个人可以的 左右方向感不会差过我那姑姑 帝君不喜欢出门 不必勉强陪我 他是盼着出来逛逛 可却没打算同帝君一起啊 怎么总是不能百分百的碎了心意 计划的好好的 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 你一个人 我不放心 走出了太成功 旁若无人 帝君才方便说出他的心里话 我注定是要陪你万万年 多这一日 又有何妨 这般好脸皮话 若是给成玉他们听了去 天空起飞又要多一桩茶钱饭后的笑料 我从前一个人的时候 确实不大喜欢出门 而今却是不同了 他放缓了步子 等着凤九跟上来 据公俄说 那一日他们玩得尽兴 直到入夜了 才回到太成功 酒中天上 有如此多有趣的好去处 对小凤九来说 不知是幸 还是不幸 先前一直待在太成功还好 问了最多便是抱怨几句 如今稍稍尝到了甜头 太成功 绝门外 柳街上 雅石旁 带我去吧 小凤九央求着思命 那天帝金带我出去 没有带我去过凤凰台 思命难得一脸正色 今日可不是只有天君和帝金在 四海八荒有头有脸的神仙都在 你没有帖子 我怎么带你进去 我现在是仙儿 思命若不答应 小凤九便不撒手 还给他支了个招 我跟着你混进去便好了 今天我就当思命心惊的小仙儿 说吧 朝着思命 浅浅一拜 轻轻一笑 我不敢 碧君会杀了我的 思命往回里 身子弯下去九十度 回了个大理 你敢 凤九再拜 不敢 思命头不敢抬 腰不敢直 就那么拜着 你敢 凤九晓得 思命是个好人 好人印象是拧不过来疲人的 果然 思命没话说了 摊上这么个活泼又韧性的小弟姬 爱 事到如今 也只有自求多福了